我说 如果我有一个闺女的话 小名就叫阿云 刚才不是有人把我认成她爹了吗 阿飞啊 以后再遇上青龙主这样的对手 你可不能再这么脑撞了 那像你一样怕死吗 原来我在阿飞心中是这般模样 我 阿飞 阿飞 瞧盼旧时 双累累 离人远行 胡不归 这又是你的新作 新词 怕死令 我说错话了 你不怕死 阿飞 你明知道打不过青龙主 为什么还答应几前辈那么做 我就是觉得 凭什么他们能饿得这么理直气壮 得意洋洋的呢 凭什么这帮恶棍 能够堂而皇之地将二十年沉渊 贴在脑门上招摇过世 反而那些白骨已哭的好人 却成了他们标榜的惊奇 这岂不是无数个敢动不敢言 给灌出来的 在下的这出新戏 却是一个逃兵的故事 逃兵有什么好讲的 英雄有什么好讲的呢 茶余饭后 不如聊聊贪生怕死的故事 行行行 有机会 我周匪一定敲锣打鼓地 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你谢雨不怕死 那谢谢您了 那你就去讲讲 你那个逃兵的故事吧 我倒真想听听 他没逃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必能以井还乡 风风光光地娶到自己心爱的女孩 可后来发现 朝廷不用他顶天 也不用他立地 根本没把他当人 他只是个幼帝深入的活幼儿 死在哪儿 任务便完成了 于是 他逃了 缓注尽 快 savoir 还能抵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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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智 我以毕生功力 暂且将你所中之毒 封锁在你的经脉中 此后你虽不能再使用 暂且代替我好好活着 然后呢 想什么呢 那逃兵怎么样了 没什么 可惜那个逃兵 一路险走重重 回到家乡 也没有见到他心爱的女孩 为什么 因为那个女孩 是个水草精 已经沉沉里渔游走了 好 我 我歇够了 我去那边找点吃的 阿飞 阿飞 不好 迈向不稳 定时梁国臣妻又开始作乱了 那如何是好 衡阳 衡阳又一个人能救阿飞 只是 只是什么 你快说 这个人行踪不定 不确定他是否在城中 那我们也要去试一试 嘛 烔 我也要去 不能 是 阿妃 你要是能听得见 就帮个忙 这火到了 才能救你小命 君上 末将拜见君上 非卿将军 您倒是追我追得紧啊 君上 我也让兵士回营了 我在这里多等你几天 希望你能平安 朱姑娘她怎么了 说来话长 总之情况不太妙 君上 还是跟我回营吧 周姑娘这病 不是军医能治得了的 衡阳城里 有武林人士可以援手 温将军 就此别过了 可是 还可是什么 周姑娘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但罪得起吗 温将军 你要是真想拔马 不如替周姑娘 将吴小姐 送到甘唐先生那里 吴小姐 你看 我愿意跟将军走 那阿妃 就拜托你了 君上请到机 君上 一定要小心的 好疼啊 爹 好疼啊 阿妃 还疼不疼啊 疼 哪里不舒服 爹 你的背 今天 怎么这么饿得慌 坚持一下 阿妃 爹 你对不对今天怎么这么搁的慌 阿妃 说什么呢 我说爹 你怎么瘦了 别靠着没有以前叔叔 那就只能先委屈你喽 韩芸 是你啊 我认错人了 给他叫我什么 我说 如果我有一个闺女的话 小名就叫阿云 刚才不是有人把我认成她爹了吗 你这个小丫头 怎么受伤了还不老实啊 这是要去哪儿啊 靠近了别动 马上就她衡养了 还能撑得住吗 嗯 她快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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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